金阳王 惠禄旭 神农氏之后也 仁虚元年初 炎帝神农氏三世孙帝明 申帝宜 继而南巡至五岭 接得五仙女 申王 王胜至聪明 帝明齐之 御史四位 王顾让齐兄 不敢奉命 帝明于世立帝一位四 至北辈 封王位金阳王 至南方 号斥鬼国 王取洞庭君女 约神龙 申和龙君 和龙君 会重懒 金阳王之子也 君取帝来女 约玉姬 申百男 侍卫百之祖 一日未姬约 我是龙种 你是仙种 水火相克 合并食男 乃与之相别 分五十子从母归山 五十子从父居男 封其常位雄王 四军位 始成无事连约 天地开照之时 有以气化者 盘古世世也 有气化 然后有形化 莫非阴阳二气也 义 约 天地应运 万物化存 男女构金 万物化身 故有夫妇 然后有父子 有妇 然后有君臣 然而圣贤之身 必义乎长 乃天所命 吞玄鸟乱而身伤 集聚人积而兴舟 皆寂其时然也 神农世之后地名 得无仙女儿身金阳王 世卫百岳十祖 王取神龙女身何龙君 君取帝来女儿身欲有百男之祥 此其所以能照我岳之姬也余 讨之 通见外祭 帝来 帝宜之子 据此所在 金阳王 帝宜之地 乃相为婚姻 盖也上洪荒 里乐为者而然者于 雄王 和龙君之子也 兜丰州 雄王之利也 建国好闻郎国 分国为十五步 约交纸 约朱渊 约武宁 约福禄 约月长 约宁海 约阳权 约陆海 约武定 约怀欢 日久珍 约平文 约新兴 约久德 以成树烟 其约闻郎 王所都也 至乡约何侯 江约何江 王子约官郎 王女约魅鸟 有思约朴镇 世事以赴传字 约赴道 世主皆好雄王 石山路之名 渐江河蒲水 结聚于虾 绿香于石 未交蛇所伤 白于王 王约 山蛮之种 于水族时疏 彼好同恶意 故有此病 乃令人莫及化水怪于生 自是蛟龙见之 无咬伤之害 百月闻生之俗 盖时此 雄王六世 五宁不服董香 有富家翁 生意难 三岁鱼 饮食肥大 不能言笑 是国内有景 王令人求能却敌者 其日 小儿忽能言 告其母邀天使来 约远的一剑一马 君无忧也 王赐之剑马 小儿即月马挥剑而前 官军从后 破贼于五宁山脚 贼字道歌相公 死者慎重 于党罗拜 护天江 几阶来降 小儿月马 腾空而去 王命开所居原宅 丽庙 十四烟 后礼太祖风位冲天神王 周辰王时 五月时辰于周 趁月常侍 献百至 周公曰 政令不失 君子不成其人 命坐指南车 宋海本国 实属济世 王有女 约媚娘 媚儿宴 属王闻之 亦王求未婚 王欲从之 雄猴子之约 比喻图我 以婚姻为有儿 属王已是贤怨 王欲求可配者 为群臣约 此女是先重 才得兼备者 方可为因 实见二人外来拜见亭下 求为婚姻 王亦儿问之 对曰 亦为山精 亦为水精 皆在境内 闻名王有圣女 赶来请命 王曰 我有一女 起得两贤乎 乃曰来日能聚聘礼先来给予 两贤应诺 拜谢而归 明日山精将珍宝 金银 山晴 野兽等物来献 王如约驾之 山精赢回散园高峰居之 水精亦将陈才后至 恨悔不及 击碎星云作雨 水掌亦 绿水族追之 王宇山精 张铁网恒结瓷连上流以汉之 水精从别江 自立人入广为山脚 原岸上喝江口 出大江 入陀江 及散园 处处凿为渊未谈 积水突袭之 山精神话 呼得满人 鞭竹围离玉水 以弩设之 灵界诸种 终见必走 终莫能犯也 散园乃我岳颠山 其灵因最为显艳 媚娘记驾山精 蜀王愤怒 主其子孙 必灭文郎儿并其国 至孙蜀叛 由永略 乃功取之 始成无事连约 雄王之事 见侯丽平 分国为十五步 十五步之外 各有常作 而树子以其次分制焉 其五十子从母归山 安之不如是焉 盖母为君长 诸子各主一方也 以经满求有男父道 女父道之称 观之 理获然也 若山精水精之事 亦胜怪诞 信书不如无书 姑恕其旧 以传遗焉 又鸿芒是 自今阳王仁须受封 与帝同时 传至雄王济世 当周南王五十七年鬼卯中 该二千六百二十二年 安阳王 在卫五十年 信蜀 会判 巴蜀人也 都封锡 甲成元年 王继并闻郎国 改国号约欧和国 出王履新兵攻雄王 雄王兵强江勇 王履拜 雄王为王约 我有神力 蜀不畏乎 岁废五倍而不休 须九十亿为乐 蜀君逼近 有审罪未醒 乃吐血舵紧轰 其重倒戈降蜀 王于世铸臣于月长 广千丈 盘旋如罗行 故号罗成 又名思隆臣 其臣铸必炫崩 王焕之 乃宅借岛于天的山川神志 再兴攻注之 丙武三年春 三月 忽有神人到城门 指承孝约 宫柱何时臣乎 王接入殿上问之 答曰 待江使来 及此去 后日早 王出城门 果见金龟从东府将来 称江使 能说人言 谈未来事 王盛喜 以金盘盛之 至盘殿上 问城崩之有 金龟曰 此本土山川精气 前王自赋之 为国报仇 隐于七药山 山中有鬼 事前带领人寺 葬于此 化为鬼 山邦有管 管主温约悟空者 有一女并白鸡一枝 是金之余气 凡人往来 至此夜宿必死 鬼害之也 所以能孝聚成群 堕坏其成 若杀白鸡 除此金气 则其成自耳顽固 王将金龟就管 甲为肃伯人 管主温约 狼君及贵人也 愿肃行 物流取货 王孝约 此生有命 鬼魅何能为 乃流肃焉 夜闻鬼经从外来 忽开门 金龟斥之 鬼不能入 鸡鸣时众鬼走散 金龟请王追涅之 至七药山 金气收藏殆尽 王海管 明旦管主温以为王必死 忽人就管 欲行收藏 剑王心笑语 驱拜曰 郎君安得若此 必胜人也 王其去白鸡 杀而寄之 鸡沙 女亦死 即令人绝山 得古乐器及其还故 烧碎未灰 散之江河 妖气碎绝 自此驻成不过半月而成 金龟辞龟 王感谢请约 何君之恩 其成已故 如有外物 何欲知 金龟乃托其找父王 约 国家安围 自有天术 仁亦防之 唐剑贼来 用此灵爪为怒鸡 向贼发剑 无忧也 王命成高鲁 造鸡 以爪为鸡 明曰 灵光今早神怒 唐高王平南照 滨海过五宁州 夜梦一人 称高鲁 曰 习府安阳王友确敌大功 备合侯赠去之 梅后 天地明其无过 命赐一条江山 管令都同将军征讨寇贼 吉农士架色 皆组之 经济从明公讨平逆路 复制本部 不告谢 非礼也 高王物 已遇遥述 有诗约 梅已交周的 悠悠万载来 古贤能得见 终不复灵台 人子九年 秦 楚 燕 赵 魏 韩 齐凡七国 是岁周王 更臣三十七年 秦并六国 称皇帝 使我交旨慈连人李温仲 身长二丈三尺 少时网相罢共利益 为长官所吃 岁入侍秦 至私利效尉 使皇得天下 使将兵手临桃 深圳匈奴 吉老归田礼族 使皇以为义 驻同卫相 至贤阳司马门 赴中荣数十人 前窑洞之 匈奴以为生孝位 不敢犯 丁泰四十四年 秦发诸道不亡人 秩序 假人卫兵 使孝位图虽江楼传之事 使使路早取运粮 深入岭南 掠取鹿梁的 至桂林 南海 向郡 以任孝位南海位 照头为龙川令 领折图兵五十万人数无领 萧 陀阴谋亲我 新卯四十八年冬 十月 秦始皇奔于沙丘 任萧 照陀率师来亲 陀驻军北江先游山与王战 王以领弩设之 陀败走 使萧将周诗在小江 半土神 染病归 为陀曰 秦王义 用计攻判 可以立国 陀之王有神弩不可敌 退守五宁山 同时讲和 王戏 乃分平江 以北陀致之 以南王致之 陀前子众使入世宿位 求婚王女魅珠 许之 众使幼魅珠 窃观灵怒 千惠其机 亦之 托以北归省亲 为魅珠曰 夫妇恩情不可相忘 如两国失和 南北隔别 我来到此 如何地相见 魅珠曰 妾有额毛紧入长妇于身 到处拔毛至其路 以示之 众使归以告佗 贵四五十年 任霄并且死 为佗曰 闻成圣等作乱 民心未知所赋 此土辟远 无孔群道侵犯至此 欲语决道 自辈 呆诸侯便 惠并圣 曰 翻于富山族水 东西各属千里 颇有情人相辅 一族建国兴亡 为一方之主也 郡中常立无族与谋者 故特召公告之 应以陀自带 萧死 陀及一席告横浦 阳山 黄西关 曰 道兵且至 即决道具兵自首 席至 周郡皆因之 于是尽杀秦所至常立 以其清党代为首 陀发兵公王 王不知努及以师 为其孝曰 驼不畏无神怒焉 驼君逼近 王居怒以折矣 寻走拜 坐魅珠于马上 与王南奔 众使任额毛追之 王至海滨 徒穷无洲籍 连呼金龟素来救我 金龟涌出水上 赤曰 乘马后者是贼业 盖杀之 王拔剑玉斩魅珠 魅珠注曰 忠信一劫为人所诈 愿化魅珠玉 学此仇耻 王靖斩之 血流水上 哈磅寒入心 化魅明珠 王持七寸闻溪入海去 众使追击之 见魅珠疑似 痛哭抱其失 归葬罗成 化魅玉石 众使怀惜魅珠 还于庄玉处 悲响不自胜 尽头深井敌死 后人的东海明珠 以景水洗之 色月光阴 使臣无事连约 金规之说信乎 有身降神 实能言 荣获有之 盖神依人而行 托物以言也 国之将心 神明降之 以兼其德 将王 神意降之 以观其恶 故有待神以心 亦有以亡 安阳王心恭祝臣之意 有不竭名利 故神托金归告之 非愿独动忽明 而能然也 由似之也 及其忧后患而要请于神 则思意其矣 思意亦蒙 则天理随灭 神安得不休以获耶 其托灵找父之 为足以却敌 其获之蒙呼 如神有赐国土田之命 而国随以亡也 绝后果然 何莫非依人而行也 如无要请之言 但寻礼而行 安之国坐之不长久乎 至于魅珠而毛表道之事 未必有也 如获有之 仅一见焉可也 后赵岳王女 再模仿言之 何耶 盖边使者 遗述 赵王国之游 皆出于女婿 故应一世而两言之余 然则鬼能灰尘亦信呼 约伯有魏力之类也 比利其后 得所归而止 此除其妖 无所负而止 至于史记安阳王拜王 应神努一击 赵岳王拜王 应都谋施赵 乃甲此以神其物耳 若夫故国欲荣 自有其道 得道者多助而心 失道者寡助而亡 非为此也 佑安阳王 齐甲城 中轨寺 藩五十年 请ive阅 赵百姓的转程 优优独播剧场——《小明 insc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